八層高的建築物不停冒出濃濃黑煙 消防人員急忙滅火灌救 还可以看到有人从被烧毁的窗户内找手求救 办公大楼内部已经被烧到面目全非 地眼在俄罗斯莫斯科佛利亚纪诺市工业区 当地时间周一下午办公大楼突然窜出火苗 还不时有爆炸声 以致有八人不幸丧命 当局派出四十辆消防车 和超过一百三十名消防员灭火 并且出动两架消防直升机救援 初步知道火势是从六楼起火后蔓延 可能是电力系统故障引发火灾 详细原因还要再调查